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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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日曝曬杭州西湖段橋上 遊客人手一支傘 還有人走沒幾步路 整件上衣就濕透了 我們那個 反正到南方不來的事情吧 然後感覺出汗比較多吧 雲雀颱風飛走了 浙江 杭州 出現持續高溫天氣 每天下午兩點左右 溫度都飆升到35至40度 獨賴陽光 成了在室外工作的道路停車收費員 夏天裡的一大考驗 像是這名收費員已經年近60 夏天正中午的收費工作 讓他快要熱昏頭 我最多的時候 一天下來 這裡16個位置 最多的時候有100多米 一天下來 來來回回要兩三百次 你去打一個單一次 再去收一個錢一次 為了減輕收費員的負擔 杭州市最新發布了一項貼心的 防暑規定 只要氣象局發布的 當日最高氣溫超過35度 就在中午12點到下午4點 暫停收費員的室外工作 而如果最高氣溫突破40度 就全面停止室外露天作業 我們是早上8點到晚上8點 那邊有的肯定有熱的 不是吧 高溫吧 不是吧 安排我們去休息 肯定肯定要輕鬆點了 不是 在12點到4點鐘 這個時間是最最溫度最高的時間 師傅 今天開始低高溫了 12點到4點 這段時間我們是低高溫期間 不收費的 8月5號杭州的最高氣溫 達到36.3度 收費員因為這項新規定 在中午12點到下午4點期間 得益到陰涼處休息避暑 這段時間內停車不收費 如果有民眾想挑 之前的停車費 則可以透過手機掃二尾碼 來付錢 我覺得滿好的 對 他們身體是吃不起來 這麼熱的天 那首先要考慮到他們的這個 安全吧 這麼大熱的天 對吧 我覺得這個政策還是滿好的 因為太熱了 除了根據溫度 彈性調整上班時間 杭州政府也呼籲沿路的商家 熱心提供休憩場所 希望能讓這群頂著大太陽工作的 收費人員 也能享受褲下裡的一絲清涼 記者吳士英唐一拳 綜合不倒